我所排的计划是和平 不是灾祸 你们将呼吁 我也必服于你们 从你们被路的各佛各地 再度把你们领回 因父及子及圣神是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者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请大家认罪 虔诚的启行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尊圣母玛迪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的天主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终生为你服务 因为唯有侍奉你 万有真缘的主宰 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 马家伯书上 那时候 从亚历三大的大臣和子孙中生出一条祸根 就是国王安提约古的儿子 安提约古厄批乃乃 他曾在罗马做人职 在希腊帝国137年登基 那时 以色列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歹徒 善惑民众说 我们去和周围的国家定立盟约 因为自从我们和他们绝交以来 遭遇了许多患难 这种论调很受到欢迎 有一些人急忙去觐见国王 国王就准许他们采用外邦的风俗 他们变造外邦人的风俗 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体育场 并且遮盖割损的痕迹 背弃圣约 加入了外邦人的行列 他们为了作恶而出卖自己 随后国王通令全国 使所有民族合成一个民族 每个民族要放弃固有的风俗 各外邦民族都服从君王的御旨 有许多以色列人 也甘心接受了外邦宗教 向偶像献祭亵渎安息日 145年基色楼月15日 国王在天主的祭坛上 立了一个可证的偶像 也在犹太各城修筑了祭坛 在各家门前和大街上焚香 凡找到的法律书都被撕毁焚烧了 而搜出存有约书或恪守法律的人 都因按御旨受到疾刑 然而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辩 绝不吃不洁之物 宁愿死去 也不愿因吃食物而沾污自己 他们不愿意违反天主的神圣法律 因此他们都被猝死了 天国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上主的圣言 感谢先主 上主求你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你的诫命 上主求你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你的诫命 我一见违反你法律的罪人 就不禁地怒火如焚 恶人的绳索 虽然把我缠住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法度 上主求你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你的诫命 请救我摆脱人们的欺凌 使我常能遵守你的训令 恶意迫害我的人 已经临近 他们都远离了你的教训 上主求你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你的诫命 恶徒不能获得救恩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圣训 我一看见恶徒就心生厌烦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规范 上主求你使我生活 我愿遵守你的诫命 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人必有生命的光 旺敬 name 阿利亿亚 阿利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和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走进耶里哥时 有一个沙子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群众路过 便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那沙乐人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达卫之子 耶稣可怜我吧 在前面走的人就制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达卫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带过来 等他走进时 就问他 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就看见吧 你的信德治好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光荣天主 群众看见了 群众看见了 这事也都颂养天主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再随你 在这边福音里面 我邀请各位专注两个人物 就是沙子 就是看不见的这个人 跟耶稣 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沙子 他真的很有勇气 他大胆地在群众当中 那么多人跟随耶稣这个情况里面 他就很大声地喊叫耶稣 耶稣打卫之子 请帮助我 拯救我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 我们看到他非常有勇气 然后另外一个人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走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 人那么多 跟随耶稣那么多的人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耶稣已经非常有名了 很多人喜欢听他的道理 所以我们相信好像几千好几万的人走在路上这样子 耶稣他也是很忙碌 他想要去到耶路撒冷为了过节 不过他真的虽然很忙 很多人跟随他 很多人喜欢他 但是耶稣竟然听到那个沙子的声音 所以他就停过来 然后就请那个军众就把这个人带到他面前 然后耶稣跟他对话 这个对话里面我们也知道说 耶稣诚心确认这个人到底他需要什么 他要耶稣帮什么忙 所以这个沙子他就很不科技的 或者说很诚恳的 就是讲出来我要看见 所以耶稣赞美他 耶稣治好他 然后耶稣让他看见 耶稣也让他成为一个新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 短短的福音 但是学习到的是 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困难 我们看不见 我们做不到 我们觉得自己软弱 所以我们也大声地喊叫天主 请他帮助我们的忙 另外一个学习 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在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在忙碌的时间 也许我们也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做 但是周围也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我们学习耶稣停下来 就是慢慢把我们的脚步放慢 然后能够去关心 去聆听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愿天主向佛佛佛们 阿们 各位教友 现在请大家一起来祈祈祷 祈祷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祝愿你圣诵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子 借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的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旨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取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人的玛利亚 终身是佛名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身心 也送以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指引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我们之间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极限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敬明党之神 阿们 就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 你的人 却继承见少主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成为蒙受福音的防夸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求我们便宜受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得心里同在 愿主与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仪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让我们同心在天美的光荣中 走走在光中 让我们彼此相爱直到建筑面 走走在光中 走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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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注定光明中 走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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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